LTI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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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TI系統就是 Linear Time Invariant系統 LTI系統 就是線性非十變系統 那我們在上一個部分介紹什麼是線性 什麼是非十變 然后在这个part我们要来说明 我们如何来定义我们一个LTI系统它的稳定度 因为我们有了这样一个LTI系统 我们在往后再做数位线透处理的计算的时候 我们才有办法去保证这个系统输出是收敛是稳定的 至于它的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赶快来看下去吧 那首先我们来介绍线性非实变系统 那所谓线性非实变系统就是我们上一个part介绍的 它包含了有线性的性质 也包含它有非实变系统的性质 好那我们来看为什么要用线性非实变系统呢 主要原因是说如果我们有线性非实变系统 我们就可以把数位讯号处理做更简单的一样的处理 好那举例来说我们将离散信号分解成脉冲信号 也就是说我们这边有一个连续讯号 或是说它经过取样完之后得到离散信号 那这些离散信号每一个sample 我们就是当成一个脉冲信号 那在每个脉冲信号我们基本上可以表示成 这个s of n 乘上 delta 乘上 n 减 k 也就是说s of k 乘上 delta n 减 k 这样一个脉冲信号 等于说把一个离散信号拆解成许多个脉冲信号 那整个每个脉冲信号的大小 就是跟它原本连续讯号它的数值有关系嘛 所以代表说我们把原本的一个信号离散信号变成怎么样 许多脉冲信号 但每个脉冲信号它都会成让自己的原本信号大小的一个加权值 因为我们知道说脉冲信号它本身大小是1 那乘上加权值就可以表示成原本信号在那个时间点它的大小 就是它变成一个加权的概念 所以我们将离散信号分解成位移加权脉冲信号的核 那脉冲信号就代表大小是1 那加权是代表说它在那时间点它的信号原本的值应该是多大 乘上那个大小就是加权 那位移就代表说因为你有不同时间点的脉冲信号 就每个脉冲信号是位移 位移成很多很多的时间点的脉冲信号 最后把它加起来就是可以表示成原本的离散信号 那我们来看所以信号就可以表示成S of N 等于S of K 乘上Delta Function of N of N-K 然后K是从负雄大加到五雄大 把全部加起来的核 那S of K就是它的加权值 那Delta Function就是脉冲信号 把所有就是我们加一个Sigma的符号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为什么我们要用线性系统呢 线性非识变系统的好处就是说 当我们把一个系统的输入 S of N拆解成许多的脉冲信号之后 我们可以分别让每个脉冲信号 加权脉冲信号经过系统得到输出之后 怎么样 我们再把个别的输出加起来 跟原本的信号直接贯到系统的输入 的输出结果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从图上右边来看 我S1到S3 分别经过H之后 得到输出全部加起来 等效于说我把原本讯号 就是S1加S3的结果一起关到H里面的结果是一样的 那所以我把它切成S1 S2 S3 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我可以异于分析 来分析 因为每个S1 S2 S3都代表它某些频率成分 这样来分析我们整个信号的 我们系统的输出 所以我们如果我们可以保证这信号 这个系统是线性非识变 我们才能说明一个信号它输出可以怎么样 经过系统输出可以独立先把信号切成它自己的子部分 然后每个子部分经过系统最后加起来 这系统必须要满足线性非识变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个convolution 那convolution就会跟线性非识变有关系 因为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用在线性非识变的时候 我们要计算系统的输出的时候 我们就是用convolutionSum 那所谓convolutionSum就是玄机部分 我们怎么来说明呢 我们首先来定义一个符号 就是y of n.k 那y of n.k我们定义成h of n.k 也就是说这个h of n.k 就是说当我的系统的输入是一个脉冲讯号 是一个位移脉冲讯号 位移k时间点的脉冲讯号 经过系统的输出就是叫做h of n.k 也就是说它是h of n-k这样的值 好那我们来看 我们要计算一个信号的输出 就是y of n 一个系统的输出 y of n 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系统的输入 s of n经过这个系统tau 得到输出y 我们怎么来计算呢 好那我们先把s of n 先表示成位移脉冲加全信号 也就是说我们把它表示成 我们上一页所讲到 s of k乘上data function n-k 再把k从无穷大加无穷大 那这时候我们把tau 放到这个sigma里面来 那放进来的目的是怎么样 它中间用到一个性质 就是线性的性质 如果系统tau如果没有线性性质 你们要从外面移到sigma里面 这就是满足线性 我们才有办法这样做 好接下来我们再把这试图整理一下 所以后面的试图 括号里面是data n-k 那我们之前定义这就是怎么样 h of n-k 我们就把后面那个tau 里面是data of n-k 换成h of n-k 变成这样 那这个性质是怎样 是满 因为它delay k时间点 所以它是代表它是用非十变的性质 你才可以表示成说 把h of n 当你输入是data n-k的时候 输出会变成h of n-k 这是因为非十变的性质 你才能这样写 好之后可以发现说 原来系统的输出 y of n等于怎么样 这个式子 s of k 乘上h of n-k 把k从负雄大加到五雄大 也就是说 这个式子就是我们所常讲的 convolution sum convolution的公式 所以我们在计算系统的输出的时候 我们不是把input乘上我们的h 而是怎么样 把input跟h做convolution 才是我们的y of n 好那我们这边做个玄机的例子 其实说我们把输入s of n 跟我们h系统来做个玄机 那这边看到两个信号 就是两个 一个是x就是信号的输入 然后h就是我们的系统 分别用数列来表示 那首先我们要做这之前 我们来复习一下看来的式子 我们看来的式子是怎么样 是做一个 是做一个这个 里面有的式子是h of n-k 所以等于说我们n带0的时候 就是h of-k 所以我们先来计算h of-k 跟s of-k的计算 相乘的结果 那我们来计算 这两个相乘的结果 等于v0k嘛 那这两个 这两个计算结果 我们要先得到h of-k 那h of-k就是把原本的s of-k 做个什么 反转 做一个folding的概念 就可以直接得到 我们的h of-k 那再跟h of-k相乘 就得到v0k 那v0k上面 它所有的sample值 全部加起来 就是怎么样 就是我的 我的这个 我的y0的值 因为我的y0的值 那接下来我要算y1 y1的时候 是不是我中间有个式 叫什么h of n-k 因为我们知道 convolution公式是怎么样 是s of-k 乘上h of n-k 那n是带1的时候 变成h of 1-k嘛 所以等于说 我们要算h of 1-k 它乘上sk 那h 1-k 我们就可以直接怎么样 把刚才的h of-k 把这个颇形往右 推一个时间点 就可以得到h of 1-k 然后再把这个结果跟s of-k相乘 得到v1-k 那再把v1-k所有sample 加起来的值 因为它前面有个sigma convolution前面有个sigma符号 所以必须把 算出来v1-k 它所有的sample值 加起来等于8 就得到y1的值 好 那依此类推 我们就可以得到 最后玄机 convolution的结果 就是这样的一个波形 好 那最后介绍了 因果先性非识变系统 所谓因果先性非识变系统 就是说 假设我们现在目前系统 输出时间是n0 那我们就带进去 最后经过怎么样 我们这边做个分析 我们把这个convolution 这个公式 我们把k plan 我们把它怎么样 把这边k分成两段 一段是k从0到无穷大 另外一段是从k 负穷大到0 负1 就是把k是正的分成 分成一项 那k是负的分成一项 那首先前面那一项 我们可以把它展开来看 就是它是h0乘上 s of n0-0 接下来h1乘上 s0-1 那后面那一项 它是h-1 加上xn0加1等等等等 好 从这诗词可以看到说 我们后面那一项 它有x of n0加1 那我们之前知道说 一个因果系统 它的输出 就是输出时间 输出现在是y of n0 输出的时间点是n0 但是问题是从这一项看到 它的输出却有n0加1 代表这怎么样 这个如果这系统是因果系统 这一项怎么样 输入绝对不能出现 那既然不能出现什么 是否代表我们前面的h-1 跟h-2 这些东西必须等于0 使得我们的y of n0 不会被s of n0加1所影响 不然就变成非因果系统 OK 所以我们必须让h of 负1 跟h of 负2 h of 负3等等等 让它变成0 也就是说 一个系统如果是因果 线性非实变系统 它必须满足怎么样 它的h of 0 它等于0当n0的时候 记住这性质非常重要 如果它是因果系统 它的h of 0 h of n必须等于0 当n0 接下来介绍它的系统的稳定性 如果一个线性系统 它线性非实变系统 它稳定的话 代表它输入是有限 它输出是不是透过 这convolution的公式 就可以计算 它这个convolution的公式 我们来计算的时候 可以看到说 好 我们把输出 while分加绝对值 然后接下来得到这个式子 然后我们把绝对值符号 移到sigma里面 这边会从等号变成小一点 是因为三角不等式 等到三角不等式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绝对值 分别放在h of k 跟s of n-k上面 因为我们知道 s of n 它基本上它是有限的 也就代表说我们的 如果系统 y of n 绝对值 如果是要有限的话 是否代表说 我们h of k 绝对值 从把k 从 五分五雄大加五雄大 它必须是有限的 所以这个结论就是说 如果一个线性非实变系统 它要稳定的话 这个最后式子要 必须要满足 好 那BIBO系统 就代表 弱且为弱 这个式子要满足 要成立 各位同学 在这个part 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尤其在这个单元 我们学到了一个系统 以及信号 包含它的架构 包含它的信号的运算 包含它的系统种类 以及系统 本身我们在做英国系统 非实面系统的讨论 这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 我们未来我们在做数学信号处理的时候 的基本的概念 的介绍 因为我们之后都用到说 我们满波器 我们必须是一个LTI系统 那我们之后才可以做数学信号处理嘛 所以这些基本的性质概念 我想是非常重要 也希望同学在这个单元 能把这些基本的一些定义 跟它的性质都把它搞清楚 谢谢各位